听着音乐 扫地 为植物浇水 这是李伟田在工作室的日常 已是他现在的生活步调 34岁的李伟田是土生土壮的毛托人 和其他人一样 他在中学毕业后 住到吉隆坡升学 工作 曾经是朝九晚五的白领族 在城市打拼多年 原本一心想让家乡的双亲早点退休 或上出世的日子 但母亲却在一起意外中理事 在成家立业后 李伟田才明白陪伴家人的重要性 因此他毅然决定回乡发展 我母亲过世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像我当初讲说要在 吉隆坡做公司讲说要改善家里 就是希望可以给家里过好一点舌头 给我的父亲母亲早点退休 可是我发现并没有得到很明确的改善 其实给我最大的原因要辞职的是我的女儿 李伟田在大城市工作期间就对栽种产生兴趣 也发现到其实很少人了解正确的种植方法 对绿色环境的观念也十分匮乏 因此他在2015年回乡后就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希望透过这个平台推广正确的种植观念 我一开始要做的就是教导正确的种植资讯 跟正确的种植方式 然后把种植植物跟艺术美术做一个结合 然后让现代的人可以更能够接受 当你能够接受它你就会爱上它 当你爱上它的时候你就会去照顾它 你照顾它的时候你就会慢慢地想说去 把我们周遭的环境也会付出一份多一份的这样子的心去照顾它 李伟田的工作室主要以首座工作坊的形式运作 由于空间有限 因此目前他只专注在多肉 空气和台线 这三种微型植物的宣导 李伟田会为参加工作坊的顾客 详细讲解植物的特性和种植方法 之后再让顾客动手为植物造一个家 透过首座增加对植物的喜爱 除此之外他也经常走入当地各个小学 义务为学生讲解正确的绿色环境概念 希望透过从小教育 提升大众对环境保护的意识 所有的课程之前我们都会先宣导一些绿色环境 植物的一些资讯 他们的生态 他们需要 为什么他们会长得这个样子 很多人就想说 为什么我给你买一棵植物 你要跟我讲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的东西 明明你可能一棵植物才十块钱 或者是几块钱的东西 你就要花一个好几个小时去告诉我要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里主要的动作就是 我要先教你 怎样去种植你才买 身边的人都认为李伟田的工作无法赚大钱 父亲至今也不太理解他回乡创业的决定 不过身旁的妻子不断给他鼓励 让李伟田更清楚自己要的生活方向 即便收入不太稳定 为了平衡收支 李伟田偶尔也会兼职做导游和拍摄工作 赚取额外的生活费 虽然别人认为这样的生活方式 或许更辛苦 但相比繁忙的城市生活 李伟田更享受心灵富足的生活 以前做工的压力跟现在的压力是完全不同性质的 可是现在的压力你会觉得你是享受的 我会觉得毕竟这个东西是自己的 金钱上的收入没有那么可观 可是我心灵上的一些得到的东西会很富足 所以这平衡了我现在目前的生活状况 李伟田的生活理念逐渐在麻坡这个小镇萌芽 周遭的人也开始认同他的工作 未来的日子 他希望将植物种类的宣导工作拓展出去 继续乐中于做喜欢的事 不忘其中 NTV7荣博张俊杰专题报道 9 год 2更 电话 直播